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人子的兆头必然是一种令人一看就知道 是主耶稣亲自来临的记号 而地上的万族指的是民族族群 当主耶稣在临的时候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从旧约到新约 圣经多次提到万族 可见神的心不是指在以色列人或是华人而已 他的心意是在万族万民 哀哭有垂胸表示哀伤的意思 形容大大的哀哭 而地上的万族为什么会哀哭呢 可能有两种人会哀哭 一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 他们要哀哭 因为救恩的门已经关上了 没有机会了 另一种人是那些虽然信主 但却在世上不好好爱主 不好好侍奉主的人 他们因为又饿又懒 没有忠心侍奉主 或者是不遵行主的旨意 而被主责罚 所以哀哭切齿 人子是主道成人肉身受苦的称号 但是当主降临的时候 特别显出有能力和有大荣耀 两种的情形 这是因为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口中的能力 灭绝那些敌基督 并且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的 那些在他不在的时候 胡作非为的人 要哀哭了 那些篡夺了主耶稣的权柄的人 假先知等等 要被赶到一边去了 但那些忠心爱他的人 却要在他的国度里有份 并且要与主一同作王掌权